观众朋友晚安 今天各地大致上是以晴道多云的天气为主 高温方面各地都来到了24度到27度 但是南台湾温度更高 有局部地区都接近30度以上的温度 天气上在今天晚上会有一些变化 台湾北部海面有一招封面会通过台湾地区 因此在今晚开始 北台湾的水气是增多的 在周六的时候迎封面 北部东半部有一些局部雨 中午之后中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 水气也会增多 整个高温方面在北部高温因为下雨的关系 来到21度 其他地区的高温大约25到26度 特别提醒中部跟南部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要留意 到了周日特别要注意的是寒流南下影响 在北台湾的温度高温也只有18度 而且越晚越冷 其他地区虽然高温可以来到21度到2526度 但是到了下周一下周二寒流影响之下呢 各地都是很有感的 那周日的水气比较少 只有东半部跟北部有一些局部雨 因此最后提醒周六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影响 水气是逐渐增多的 另外海面上的风浪是比较大的 那寒流影响从周日开始会影响到下周四的清晨 这一段时间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注意保暖哦 那明天清晨在南台湾可能会有一些低云或局部物 也要留意哦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